接下来我们要上的内容叫做密度 各位在学底化所碰到的第一个计算公式 密度 密度就是物质密集的程度 密集的程度 平常的口语上说 这个东西比较重 这个东西比较轻 讲的不是重量或者是质量 我们说棉花比较轻 铁比较重 这个轻跟重指的是什么 密度 否则一公斤重的棉花 当然比500克这么贴的重 所以这个不是指的真正的重量 而就指的密度 物质密集的程度 也就是在相同的体积之下 谁的质量比较多 所以它就是一个质值 所以单位体积内含有的质量 所以它就是一个质量跟体积的质值 就是各位在数学上所学过的 你在数学上学过那个笔值的想法 在笔画中很多很多地方都出现 比如说浓度 浓度也是个笔值嘛 溶值跟溶液的笔嘛 堂在堂指中的笔碎 都是你们在数学上所学过的笔值的观念 质量跟体积的笔值就称之为所谓的密度 那公式又长这样 那我们等一下会再复习一次 我曾经跟各位讲过了什么叫做把公式背起来 还记得吗 我们讲过提示过几个重点 比如说要知道中文的意思 比如说要知道代号的意思 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再说一次 那么公式你们平常都喜欢背 D等于V分之M 还要晓得什么叫V 什么叫做M 什么是V 什么是M 要弄清楚 所以密度就是体积分之质量 质量除以体积 D等于V分之M 就是我们所学过的第一个 你化计算的公式 计算密度 D等于V分之M 把体积放进去 质量放进去 就可以求出密度 所有的密度都是这样算的 那么我们考什么呢 一种叫做考观念 不用计算 想法观念 第二种就是要用到计算 就考公式 D等于V分之M 告诉你体积 告诉你密度 求质量 告诉你质量 告诉你密度 求体积 诸如此类的 再来就是考图形 考表格 这种考观念是类似的 但是呢 就是看图形 看表格 就会把答案算出来了 这个是我们会考中 喜欢考的一种提醒 就是你不需要去有什么特别的理化知识 你只要看得懂图形 看得懂表格 答案就会弄出来 只要图表的解读能力 这是一个在很多地方都会用到的 都会用到各位来考的 在各式各样的来考 考图形 考表格 那我们有什么密度的观念呢 第一个就是定温之下 密度是定值 为什么要讲定温 因为东西会热胀的 所以呢 不同的温度体积不一样 一定的温度之下 密度是一个定值 定值的意思就是说 铁的密度7.9 大块的铁是7.9 小块的铁也是7.9 所以什么铁什么铁都一样 跟一件事很像 跟哪一件事很像 浓度 一大钢 百分之二十 取一小推起来 还是百分之二十 意思是一样 OK 所以就是一个 大小块 密度都一样 那另外一个也是个重点 叫做 它是它的特性 密度是存物质的特性 意思是 相同的存物质 有相同的密度 不同的存物质有不同的密度 所以考试曾经这样考过 写一个表格 有甲乙丙丁四样东西的密度 然后你就做了一个实验 可能会用到 的是天平啊 什么之类的 或者是利用什么福利啊 什么之类的 然后你就算出了密度 然后问你说它是谁 我的密度跟丙是一样的 所以我就是丙 有什么物质 丙物质这样子 所以因为密度是存物质的特性 相同的存物质有相同的密度 不同的存物质有不同的密度 所以可以用密度来辨别 这是我们考试考过的 那么请问你 除了我刚才讲的密度是存物质的特性之外 还有什么东西也是存物质的特性 相同的存物质有相同的叉叉 有其他不同的存物质 叉叉叉他们的特性 不同的存物质差就不一样 好这边我讲了三个 你随便提两个吧 其中有两个精致一样 有两个精致一样 他还有什么特性 11 提到 11 你有记得吗 相同的存物质 就会有相同的叉叉 体力 你說什麼 不記得 不記得了 重點肺結鼻熱 看到肺點100度什麼玩意兒啊 水 彎 水 肺 鼻熱也是一樣 鼻熱也是純物質的特性 還有一個其實不是純物質 我剛剛那天講過那個濃度 這個其實不能算特性 但是只有符合後面這個 什麼是取出部分跟全部一樣 就是濃度 濃度 好 一大缸20% 取出一小杯還是20% 很濃度 剛才提過這件事了 取出部分跟全部一樣 很濃度 那前面是特性 溶點肺連鼻熱 這個可以了解一下 我們密度還有一個觀念就是 體積跟質量成正乎 就是 它就是體積跟質量的底質叫密度 所以體積變兩倍 質量也要變成兩倍 簡單小事情 那剛才講過說要定溫之下 為什麼要定溫 因為溫度不同 體積就會不同 一般的東西怎麼辦 熱脹冷縮 所以一般的物質都熱脹冷縮 所以受熱會膨脹 但是質量不變 所以密度會變強 然後預冷會收縮 預冷會收縮 然後體積就會變小 密度就會變大 但是水有異常現象 但是水有異常現象 你還記得水有什麼異常現象嗎 你還記得 我們會不會教啊 但是我現在問你你還記得水有什麼異常現象 我教過還有兩個異常 你還記得嗎 密度 我問你自己你還記得哪兩個異常現象嗎 我們後面再提到它 所以水不是單純的熱脹冷縮 不是單純的溫度升高 體積會變大 密度就會變小 不見得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重點 水的異常現象 就是有關於密度的一些觀念 然後我們考試會考觀念了 OK嗎 OK OK